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相当于比亚迪在这个季度一分钟就能入账120.76万 营收再创新高的原因显而易见 比亚迪三季度又卖疯了 三季度总销量达82.4万 同比增长52.96% 环比增长17.12% 其中乘用车销量达82.2万 环比增长17.4% 纯电车型销量达43.16万 插混车型销量达39.05万 而比亚迪三季度净利润再创新高 规模净利润为104.13亿 同比增长82.16% 但一季度利润表现已经逼近 今年上半年的109.54亿元 相当于一天能赚1.13亿 营收利润双双上涨的结果就是 前三个季度总营收422.75亿 逼近去年全年 累计净利润达223.26亿 早已超过2022年全年的表现 并且虽然没有详细披露季度数据 但比亚迪的研发投入继续增加 前三季度累计研发费用 已经达到249.38亿元 同比增长129% 研发投入超过同期净利润 已经成为比亚迪的基本操作 毋庸置疑 比亚迪在国内汽车市场的地位稳固 毕竟销量的滚雪球效应早已形成 2011年 特斯拉CEO马斯克接受彭博社电视采访 当主持人提问 如何看待电动汽车领域的 潜在竞争对手比亚迪时 马斯克嘴角忍不住的上翘 反问主持人 你见过比亚迪的汽车吗 直言比亚迪不会是特斯拉真正的竞争对手 说实话 其实马斯克当时说的没错 与特斯拉相比 比亚迪的产品明显缺乏竞争力 而且正在经历痛苦的调整期 二者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但时疑是亿 这些年来比亚迪一路狂飙 不光把一众国产汽车品牌甩在身后 也超越了特斯拉 在10万至20万 这个乘用车最主要的市场 比亚迪占据绝对的话语权 插混有琴plus DMI 送plus DMI 纯电有圆plus海豚 常年霸榜 新能源SUV和轿车销量前三 在20万以上的市场 汉家族连续6个月销量过万 还有腾市稳定发力 连续7个月销量过万 并且得益于核心技术过硬 以及强大的供应链垂直整合能力 比亚迪越卖越多 同时也越卖越能赚 虽然没有公开具体的毛利率 但有媒体计算 比亚迪三季度毛利率达22.12% 远超特斯拉的17.9% 比亚迪早已不是那个利润低 不挣钱的底子了 而从比亚迪的规划来看 今年最后一个季度 也将迎来关键节点 首先是进军高端市场的第一款车型 仰望即将交付 不过从现有情况判断 仰望看起来比较稳 因为在销售达到109.8万的情况下 据说订单量已经超过3万台 全转化为销售额 则是329.4亿 进军高端市场的第二张牌 也蓄势待发 预计销售区间在30至40万的方程报 今年也要上市 进军硬派越野市场 并且在比亚迪主要依赖 中国市场的情况下 一季度销量超越南北大众 拿下中国乘用车销量冠军 上半年销量超越奔驰宝马 首次进入全球前十 同时 虽然DM混叉车型 帮助比亚迪成为新能源销贯 但从二季度开始 比亚迪纯电车销量已经反超 三季度销量进一步增长达 430,16.03辆 和特斯拉全球销量相比 差距只剩下3456辆 比亚迪最后一季度的表现 也关乎着全球最大纯电车制造商 是否会易主 而比亚迪成为新能源车企老大 和中国新能源市场蓬勃发展 很难厘清究竟是谁成就了谁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 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看中国 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看比亚迪 而比亚迪出口海外的数据同样抢眼 前段时间泰国官网公布的2023年8月 泰国纯电车型上排量数据显示 当月上排量排名前10的车型中 中国品牌车型占据了8款 其中比亚迪奥托三上排量总数位居第一 在9月15日比亚迪核肥基地举办的 元plus第50万辆下线即冠军版上市 发布会现场 比亚迪高级副总裁何志祺表示 今年7月比亚迪奥托三夺得 瑞典新能源销量冠军 新加坡纯电车销量冠军 并连续9个月夺得 以色列全车系销量冠军 刚刚过去的8月 比亚迪奥托三在新西兰 夺得纯电车销量冠军 今年1至7月 比亚迪奥托三在泰国夺得纯电车 累计销量冠军 在哥伦比亚夺得纯电SUV 累计销量冠军 路透社9月19日的报道已称 比亚迪近期在东南亚市场表现强劲 击败特斯拉等竞争对手 占据该地区超过四分之一的 电动汽车销售份额 比亚迪之所以在出海 能赢得先发优势 小便认为 与其自身的优势 以及海外布局密不可分 首先是技术上的优势 经过20多年的技术积累 比亚迪掌握电池 电机 电控等 全产业链核心技术 陆续推出刀片电池 DM混动技术 一平台3.0 CTB电池车身一体化 一四方云碾 智能车身控制系统 等一系列颠覆性技术 目前 比亚迪已拥有 超6.9万名研发工程师 全球累计申请专利超4万项 授权专利超2.8万项 实现了技术储备资源的同时 也建立了技术护城河 同时 比亚迪集团还在泰国建立了 比亚迪首个海外乘用车工厂 2024年 随着工厂开始投产 将更好满足周边东盟国家的需求 加速产能释放 之所以在泰国建立海外首个 乘用车工厂 比亚迪相关负责人介绍 是因为长期以来 泰国政府一直积极推动 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立足中国 放眼世界 比亚迪在海外市场 也正引领中国汽车 实现弯道超车 截至目前 比亚迪乘用车已进入 日本 德国 澳大利亚 巴西 阿联酋等54个国家及地区 今年7月 比亚迪宣布将在巴西 投建三座全新工厂 以全产业链优势 加速全球布局 并且通过多款车型 加强在欧洲市场的布局 比亚迪相关负责人表示 企业布局全球产业链 需要具备前瞻性的战略思维 全球化的视野 成熟的产业链 和高度整合的供应链 以比亚迪为例 比亚迪构建了强大的供应链 垂直整合能力 当前 比亚迪形成了 上中下游全产业链闭环 核心零部件基本达到 自研自产自工的水平 凭借尖端研发能力和技术储备 突破供应链困局 有效保障了供应链韧性 此外 比亚迪也将安全 刻入了企业的基因 凭借超安全刀片电池 良好的车身刚性 完备的安全控制系统等 保障了产品的安全性 由此也获得了 来自不同国家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 而比亚迪在巴西投建的一系列工厂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014年 比亚迪在巴西成立了分公司 2015年 比亚迪在坎皮纳斯 投建了第一家工厂 生产电动客车底盘 2017年与2020年 分别投建了第二家 第三家工厂 分别生产太阳能板和动力电池 实现了比亚迪电动产品 在巴西的就近配套 也保障了当地供应链的稳定性 同时带动了上下游产业发展 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也与比亚迪的三步走出海策略 密不可分 第一个阶段 是比亚迪早期的电池电子业务出海 1998年 比亚迪在荷兰成立了第一家海外分公司 1999年 比亚迪成立北美分公司 这些分公司 为比亚迪建立了海外人才储备 也在海外打响了比亚迪的品牌 第二个阶段 是以新能源公交 大巴等产品为主导的商用车出海 2010年 比亚迪提供了城市公共交通电动化战略 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新能源公交车 出租车 第三个阶段 是以乘用车为核心产品的新一轮出海 2020年 比亚迪宣布 与挪威汽车经销商合作 将唐一V打入挪威市场 这几个阶段 体现了比亚迪海外布局策略的变化 小编也相信 未来比亚迪一定能在海外市场 站稳脚跟 让老外都爱上中国车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比亚迪的成绩单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